修道人要学会多为他人想 作者 福安古观音阁 世间人都为自己忙 为衣食住行而忙 那修道人 要刚好相反 为他人忙 游手唐诗 苦恨年年压金线 为他人做嫁衣裳 这是世俗人抱怨 都为他人做事了 那修道人 刚好要学会为别人忙 人所以轮回 是为自己想的太多了 都为自己打算 那永远在轮回中 做时间的事业 乃至做企业 要想做大 就要学会为他人想 为他人想时 他人才为你想 那修行更要如此 学会为他人想 这是修道者的原则 一位师兄 他跟我们去朝拜 所有苦力活 扛包裹行李 都由他来负责 很热心 拜五台山时 他自己把行李扛上去 他又跑下来 再帮人扛 后来他就出家了 长得很有罗汉像 很热心的一个人 这就是修道人的风格 佛所以庄严 明文满十方 是因为佛都为了众生想 那有的人说 都为别人想 那我自己怎么办 要知道 这个宇宙能量 是不会消失 发出善心 做了善事 它是不会消失的 而且你为别人想 别人就转过来为你想 这就是宇宙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佛经说的 福不堂娟 不会丢失 世间事业成功 都要靠善缘 修道人 也要善缘 什么是善缘 就是曾经你不失给他 帮助过他 有恩于他 他就是你的善缘 不是献道谁 谁都是你的善缘 有个村庄 佛去度化他 度不了 佛就叫家业尊者去 佛说 家业尊者跟他们有缘 有一辈子 家业尊者是个侨夫 看到山上有个蜜蜂窝 就对住他们说 你们都有佛性 不要兴毒害 将来能解脱 尊者就给他三归一 后来这些蜜蜂就转世 就是现在一个村庄的人 就这句话的缘分 这些人都要家业尊者来度化 这个世界 做宝贵的 是人 人能成佛 做一切事情 都是为了和众生皆善缘 那怎么样为他人忙 才有意义的 只要倒归到佛门的忙碌 都有意义 唐朝时 有个东瓜和尚 他天天走街坊 看起来什么事都莫做 就是和街坊 街佛缘 在往生前 他唱了一记诵 终日走街坊 心中念佛忙 他人都不识 自有一天堂 就这样往生极乐了 心中念佛 和众生街佛缘分 这些忙碌 都是有意义的 修道人 少为自己想 容易破除我之 痛苦就少一些 人痛苦 都是为自己想的多 生前狂废心千万 死后空留守一双 为自己想多了 死后什么都带不走 如果能为别人想 还能和他人结缘 下辈子还能遇到善知识 http冒号-blog.cna.com.cn-s-blog 下滑线74-C343100101pxch.html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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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